为什么有些人患来后能长寿 有些却很快离世了 大家好 我是中西结合总的医生邵战强 提起癌症 两个字总是让人心生恐惧 在心里就把他与绝症挂钩了 但细心的朋友可能有观察到 无论是明星也好 还是身边朋友也罢 同样患了癌症 一直在治疗 但是生存的时间却大为不同 有的短短几个月就去世了 但有些人就可以带流生存 甚至是达到了治愈的状态 那这一切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视频有些长 您可以点个小红心 收藏起来慢慢看 原因之一癌症的类型不同 生存期可能就大不相同 不同类型的癌症恶性程度不一样 因此呢 生存期的差异呢 是非常大的 有些类型的癌症呢 非常新鲜 非常容易出现复发和转移 生存期呢 短如小细胞肺癌 持管癌 胰腺癌 肝癌 胃癌 恶性的黑色素瘤等等 有些类型的癌症呢 则生存缓慢 治疗效果好 不容易复发 也不容易转移 乳腺癌 甲状腺癌 鼻炎癌 前列腺癌等等 这些类型的癌症呢 即使病情交晚 难有很长的生存期 甚至呢 可以完全置疑 原因二 癌症发现早晚不同 生存期呢 就大不相同 癌症的分期呢 也就是所谓的早期 中期 晚期 癌症的分期呢 可以影响 癌症患者的生存期 也就是说 癌症发现的越早 相对而言呢 预后就会越好 生存期呢 也就更长 因此呢 对于癌症 医学界呢 一直提倡 经常体检 争取做到癌症的早发现 早治疗 原因三 个人的心态不同 接级呢 可能有差异 癌症患者的心态 对待疾病的态度 对于癌症的治疗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临床研究表明啊 有积极乐观 情细的癌症患者啊 症状恶化 明显要比悲观的患者延迟 生存期明显延长 可见呢 情细状态 是能显著影响 癌症患者的生存时间 和生存质量 癌症患者 若一直活在 郁闷悲观的情限下呢 对癌症的治疗 身体的恢复 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呢 如果已经患了癌 那我们就争取做到 早发现 早治疗 早诊断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保持一业 乐观的心态 继续配合医生的治疗 才能尽可能的延长生存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我的科普 能够对大家有帮助